官職 人妻 獨獨 遊打簡 這日我要離開清邁出發去清萊 去清萊的巴士站位於古城的東北面 清邁RK Bus Station 由古城搭桑條大約要20分鐘 去清萊的大巴由Green Bus營運 可以直接在巴士站買車票 不過未必可以買到馬上出發的班次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提前用App購買 先下載Green Bus App 直接用飛會員登郵 選擇出發和到達的地方 選擇出發日期和購票數量 建議提前一兩日購買 選擇發車時間和車的等級 以VIP Class最寬敞舒適 之後可以選擇座位 然後可以進入購買步驟 購買完成後便會出現這個畫面 Screen Cap 後 直接出示這個畫面便能上車 不需要再排隊換車票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兒戲 但真的能上車 上車時留意車窗號碼 跟Screen Cap 的畫面一樣 便不會上車了 巴士設有放大型行李的空間 車上亦設有洗手間 還有水和點心派發 車程大約需要三小時 這個沙塵滾滾的地方 就是青萊巴士站 巴士站位於青萊市中心 細心留意會發現 這裡的路牌會有中文字 原來以前很多中國人 會由中國一路自駕來到青萊 不過因為經常發生交通意外 所以禁止了 現在少了很多國內人士到訪 由巴士站步行五分鐘 便來到我的民宿 Ben Jalu 民宿主人非常熱心地 介紹青萊附近的景點 Ben Jalu 位置 王中大正 房價比起青蔓還要再便宜 888已經有一間 又大又乾淨的雙人房 浴室還要是乾濕分離 冷氣又夠勁 還要包上早餐 性價比超高 讓我介紹一下青萊的景點 以青萊巴士站為中心 西南面有白廟 White Temple 由青萊出發大約要30分鐘 北面有黑屋 黑屋 Black House 和南廟 Blue Temple 建議可以安排上午去黑屋和南廟 下午便去白廟 去白廟除了可以包閉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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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廟可說是青萊最吸精的景點 入場費要50泊 白廟由藝術家刷林猜設計 全白建築造底 銀鏡雙邊 陽光照射時反射出奪目光芒 入口這陣子恐怖的手象徵地獄 這條橋象徵由地獄走向天堂的意思 參觀完白廟旁邊還有一個金碧輝煌的建築物 其實是廁所 每個遊客來到都要放下幾兩 離開的巴士站就在公路旁邊 但巴士不一樣 幸好士多老闆提點我 我才沒有離開車 至於去黑屋和藍廟 我就選了包嘟嘟 黑屋博物館又叫做黑廟 雖然它有廟外形 但它其實是藝術家 韜韻的作品展 入面用了黑色、骷髏頭、鱷魚皮等經歷元素 去展現設計師對佛教、死亡和地獄的看法 以藝術角度去欣賞 足以令參觀者大開眼界 藍廟的規模相對比較小 它是由白廟設計師的徒弟所建造 在2016年才建造 來藍廟的人主要來參拜 很少遊客會故意造訪 令它保持寺廟應有的神聖感 吃的方面 就有由民宿主人介紹 在附近的Four Chai Noodle 門口只有泰文招牌 主打泰北咖哩炸麵 Cossoi 來到泰北 記得要點這種麵 保證吃過翻尋味 市中心街角 有一間非常顯眼的貓咖啡 只需要點一杯飲品 就可以進去陪貓貓 這裡養了很多隻貓貓 環境很乾淨 完全不會覺得有貓味 晚上可以去Night Bazaar 中間有一個大型的大排檔 有幾十間小炒店任君選擇 我選擇了一邊喝啤酒 一邊吃烤魚和燒豬頸肉 好香喔 好美喔 好美 好美 清來比清邁沒有那麼多遊客 節奏再慢一點 建議可以留一兩天 慢慢參觀附近的景點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Vlog 請來我的Facebook專頁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吧